国际间这时候还关注的是中国跟欧洲的双边关系紧张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在这时候派出了特使吴宏波来访问欧洲各国 外界解读是想要修复双边关系 不过同时呢中国驻外大使跟官媒却把比利时抗议高物价游行的新闻 造谣成是民众反北约示威行动 这不但是让欧洲学者很震惊 外国网友也痛骂着太可耻了 那么有学者分析说中国外照官显然已经习惯了战狼模式要搞认知战 短期内不太可能改变 中以比利时布鲁塞尔街头 大批民众高举标语抗议国内物价涨不停 民众群情激愤 但这场示威活动诉求就是提高工资降低能源价格 没想到单纯的游行却被中国政府恶意扭曲 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文化参战张和清 推特转发示威的影片 贴文却说这些示威者游行就是要谴责北约国家 急着将武装武器送往乌克兰 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立刻跟进 推特也转发类似的讯息 却被大批的欧洲媒体谴责 网友怒猖游行跟北约无关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可耻的造谣 欧亚研究中心主任更痛批 北京此时宣传虚假讯息 就是针对下周召开的北约峰会 但是中国官方带头造谣早已不是新闻 中国驻法使馆推特连发三影片 一名华裔女主播用法文开讲 一篇大力宣传台湾不是乌克兰 台湾属于中国 背后甚至出现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 发言人等等 乍看就像新闻报道 企图混淆视听 就连外国网友也不买单 留言打脸中国 很明显历史不是你的强项 台湾就是独立国家 中国驻外使馆大搞认知作战 但此时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正派出特使吴宏波访问比利时 法国等国被解读是放低姿态 试图修补中国欧洲双边恶化关系 想要怎么样这个洗白自己 问题是你在国外的外交官 这个中国就已经长期习惯 而且必须要用战狼的方式来去遮盖自己 所谓的战狼外交跟这个可爱动物外交 同时并进的一个动作 中国怕特使出征欧洲 猪队友却在背后扯后腿 散汉欧洲重修就好 这效果恐怕有限 民众林医中的名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